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我们国家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一个城市化进程 针对我们国家近年的城镇化进程 面临的可数据发展和工作安全方面的问题 展开研究 具体方法就是结合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 开展这种自然交互设计和可数化展示方法的研究 例如我们开发的视频分析技术 已经用于管道安全和闯入预警 并在不少城市得到了应用验证 最终是希望能提出有利于城镇可数据发展的 在医疗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一些指导性的设计 通过牛顿基金的支持 我们整合了中英双方40多人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 发挥英方在服务设计方面的优势 同时发挥中方在大数据分析和自然交互技术方面的优势 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城镇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问题提供自力和人力的资源支持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城镇生态环境和谐 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